非受关注的党政话题 那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受邀参加国民党智库举办的 愿景2030论坛 这是首度跟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同台 不过我们从系统上面看 两个人其实没有太多的互动 受访的时候也都是前后错快 但是这回会面不仅被解读 是蓝白合作的起手势 也被指引柯文哲裂解蓝赢的第一步 江启臣则是利用柯文哲 想要拉高自己的声量 江启臣说自己其实应该不太需要 对此柯文哲也回应 大家想太多了 伸出大拇指比赞 台北市长柯文哲 受邀出席国民党智库举办的论坛 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大谈低薪 和居住正义等问题 昏黄税 兜污税 空污税 全部都打假球啊 江启臣你们这个地位 才叫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空污税 兜污税 这个昏黄税 税不解决没有用 一脚来个税 到底怎么样备用这些问题 至今我们没有一个彻底的检讨 我觉得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江启两人首度同台 没有太多互动 也彼此不称呼对方为党主席 受访更是前后错开 不同框 但这回两人同台 不止国民党基层反弹 江启臣被质疑 是利用柯文哲 电高自己的声量 我应该不需要吧 做一个政党文当委 确保我们的候选人胜选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所以在政党的这个议题上面的一些讨论合作 他跟我们地方选举实际上是不相关的 来参加论坛是不是会列解蓝营 像这个就是想太多了 你要讲民众党里面也是吵枕一段了 不过再回蓝营办论坛 邀请柯文哲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却不满被跳过 我们也都非常授权 给我们的幕僚单位来进行 那或许在这过程里面 有一些沟通上面的落差等等 那没有关系 我们既然有发现到问题跟瑕疵 我们论坛结束后 检讨改进 场外也有独派大喊口号 痛批江科两人 再也蓝白合作能不能成 不只蓝营内部意见分歧 外界也睁大眼睛密切观察 华视新闻一期刚张道勇 张知情彭冠林 台北报导